我是郭宜美书店店长威力 大家好 我们的读者进来就问说 郭宜美是谁 郭宜美这个名字的由来 其实重点是在后面的宜美 因为就在百年前 这边是一个商行 叫宜美商行在登记上 因为他的创办人叫郭乌龙先生 姓郭 所以在迪化街上都会有一个例子 就是说宜美商行是郭家 就是郭家的宜美公司的意思 这一栋建筑在迪化街129号 它其实可考是在1922年的时候 重新起建起来 整个落成的郭宜美商行里面 其实是南北货的一个批发 跟零售的一个业务 这个启造人郭乌龙先生 被尊称为大稻城三仙 也就是在大稻城那边 非常有影响力的三大商人 郭宜美书店其实只有 郭宜美商行的一部分 从迪化街到明乐街 中间这一整个地块 其实都是当初的郭宜美商行的所在 所以里面因为当时郭龙先生 他本身的经营良好 所以他每天的那个经营 往来流水很多 整个房子也盖得非常的漂亮 是蛮值得参观的一个地方 郭宜美商行本身其实有两栋建筑物 一镜跟二镜 中间夹着一个天井 那一镜大概有三层楼 二镜有两层楼 那其实大家如果常常来大稻城逛 就知道这边街舞都很长 那很长其实它就是一个打造成一个 所谓叫前店后家这样的感觉 那我如果就书店的格局的话 是不是我前面的书就应该摆一些比较严肃一点的书 后面就是一些比较轻松的书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设计 那我前面就摆一些文史色科这类的书籍 那后面呢就是生活风格 或者是像咖啡 饮食 旅行 文学这类的书 那把整个风格拆开了之后 那前面就是有一个书店的样子 那后面其实我希望大家是可以很轻松的来阅读 因为阅读有各种各式的姿态 所以在我们后面就设计了一个咖啡 然后有一些座椅 让大家可以边喝咖啡边看书这样 所以前后洞的风格就拉出来 那后洞除了咖啡在二楼 其实是有一个亲子阅读区 也是一个家的概念 让小朋友其实很自在 在那边甚至可以趴着躺着看书都没有问题 那在前洞这边呢 我们就是在想说也呼应大稻城这个街区 从大概百年前其实它是台湾等于是最繁荣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就在想那一楼我就打造成书店的样子 主要是在讲台湾的故事 那二楼呢就是跟世界接轨 我们是在讲世界 我们就选了四个大概主要的影响台湾比较大的一些文化 中国、日本、欧洲、美国 然后我们就变成四个文化区的一个选书 那到三楼呢我们就开始谈美艺术 所以就是我们选择的像建筑、摄影、设计、美学、电影、司 这些相关的书籍我们就放在三楼 所以这大概就是郭英美书店本身的一个设计 其实大稻城在百年前左右 其实就是一个蛮国际化的一个地方 外国商人来到大稻城这边就是自办的洋行 然后开始做查验贸易 所以观光客其实一进来的话 当然港澳西马这些比较中文的人 他们就是对于我们的选书非常有兴趣 对于很多繁体中文的书中的一些描述 他们其实非常的向往 至于像外国的观光客 因为我们本身虽然现在开始有少许的英文书 但是更有兴趣的是台湾本身这个老式的一个建筑 虽然他们会在每一栋的建筑 每一个空间当中待得很久 然后看它那个建筑的一些细节跟特色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台湾铁道地图 台湾早餐地图这种的 或者是我们一些大稻城地图 跟台湾的风景明信片 就是观光客最喜欢的一个部分 其实我们开始进行书店的时候 往往都会讲说书店要怎么样成为 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跟社区的发展跟学校 我们刚好有一个亲子空间 准备了很多的同书 现在的小朋友因为书店越来越少 他们已经没有书店了 所以变成带他们认识书店这件事 好像变成蛮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如果现在小朋友不认识书店 以后就真的会没有 等到他们长大以后也不太需要书店 所以就从这个角度出发 我们就在想我们可以跟国小或小朋友的阅读做些什么 我们可以跟学校的老师合作 由老师来安排像是来书店做校外教学 然后我们来跟小朋友们介绍说 书店本身设立的宗旨 意义 还有书店的书是怎么样分类 怎么样选书 让小朋友开始对书店有一个不再那么陌生 所以当他们进来之后 他们发现这边书是他们都可以看的 甚至书店就安排让他们挑一本书带回家 这样的一件事情 这个计划我们这样发展起来 我们就叫沃土计划 让他们认识书店 然后等于是在他们的心中 埋下一个阅读的宗旨 希望他日后可以开花长大 我今天的推荐书就是这一本 《美国佬》 《美国佬》 《美国佬》其实是一个作者 齐马曼达恩格兹阿迪契写的书 这位作家常常就登陆在一个 可能会得到下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单上 他讲的是因为他是一个非裔 就是African 他从非洲到美国的一个故事 他给我看了一个非常深的感触 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 其实他都会引起我们共鸣 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去美国的这种 就是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好的东西 对于美国梦的向往与追求 其实往往更深蒂固在台湾的我们这个时代 像这个作者他是从奈及利亚来 他们那个国家也是一样 一心向往如果能够去美国就好了 似乎美国就是一切问题的解药 假设你身在一个极权统治 就是不民主不自由的国家社会 你心里感到非常对于 就有社会体制的一个束缚 你对你的人生未来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你就去美国 作者其实描写的时候 到了美国之后他发现 那个不是答案 那是一切问题的开端 当你进入美国之后 美国本身 因为他本身是黑人 非裔的美国人 其实很多的思考方式 跟他们非洲人现在其实是不一样的 但他们必须要去伪装自己 是认同非裔美国人的观点 所以他们在这个美国社会的处境 其实是一个Outsider 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再回到他自己的国家 奈及利亚 因为他在奈及利亚也是一个Outsider 所以就是那种在游离在 既不是A又不是B 然后他是谁 那个Outsider 那个情绪情感就很强烈 那我其实觉得在文化的 不同文化的冲击上 我们往往都会这样 尤其是越年轻的一些孩子 或者是小朋友们 他们会渐渐的认情 以前可能有些是认同的问题 我们接受什么样的文化 我们是谁样的人 我们内在秩序 是根据我们的文化背景所决定的 但是我们探索新的世界 适应新的世界的秩序 又会有另外一套 所以往往我们会在 新旧世界之中的秩序 来自于有点混淆或混乱 甚至没感觉到那么美好 也就是我们只有 那个梦就是我们心中 建立一个美好的东西 往往都只有在我们的梦想当中 所以我们才有美国梦 就如同美国有美国梦 中国有中国梦 但是实际上 它其实都不是那么的甜美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介绍这本书的原因 名人书房 谁带玩 跟我们一起走书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